大家好 我是小屁 台服天台1月3號的更新消息出來啦 影片開始之前請記得訂閱小屁YouTube頻道 並且打開小鈴鐺 第一個活動是歐靈痕跡第四季再開 持續兩個禮拜 所以他的憑證之前換完的就沒差了 因為他一樣再次給兩個禮拜 之前多的一個禮拜就是多拿的 他的內容就跟之前一樣喔 然後他這邊是沒有講到說 他的製作有沒有重製 並且他也沒有講到說 舊的歐靈痕會不會是自己一個空格 他這邊都沒講 所以看起來應該就是製作重製 然後歐靈痕舊的跟新的是可以一起沿用這樣子 接下來是新年青龍BUFF同向 持續到1月10號 這段期間在各大組成有這個青龍的雕像 點他的話可以獲得HP加200 PVE減傷加1跟經驗值加3% 持續三個小時的BUFF時間 再來就是黑騎士的秘密基地啦 持續到1月24號 他地圖如上 他是可以瞬移的 60等以上玩家每天可以來打一個小時 裡面有BUFF是 因海撒的祝福消耗量減少20% 那怪物會掉暗黑結晶跟金幣 暗黑結晶就是可以拿來製作東西的 有這些東西 那 官方他沒有講到說這個變身卡箱 魔法娃娃卡箱會是什麼 這個簡單來講打開就是保底藍機率紅 紅色的話都是利爾利喔 紅變紅蛙 如果要換的話我會將變身跟娃娃卡箱換換掉 然後我會建議如果分身可以來打的話 每天也是打好打滿 因為這裡面的怪物密集度不錯 經驗值大概也是有二三十萬 然後天幣也是有兩三千天幣 還不錯 接下來是血蒙獎勵強化的部分 持續到1月10號 這段期間捐獻提升三倍 血蒙任務獎勵也是提升三倍 但是你如果是獲得那個幸運箱的話 就不會有三倍獎勵了 然後他也有新增活動 完成每天三個血蒙任務的話 你就可以獲得一個六週年感謝禮物箱 打開一定會獲得龍之聖水 然後機率獲得純白箱 粉鑽、龍鑽、三幣箱之類的 就跟三個禮拜前的活動的那個感謝箱是很像的 再來是Gamma Coupon禮物箱 600金幣買禮物箱 打開可以獲得特殊變身娃娃覺醒 但這兩張都是1月10號才能夠做使用的喔 再來金字琴神塔是延到1月17號開放 然後特殊變身合成 目前是延後了 不知道什麼時候才能夠做使用 要等之後的公告了 再來來看一下禮包的部分 第一個是雅丁城商人交易品 持續到1月17號 1490的販售價格有兩個瓶證 製作瓶證跟卷軸瓶證 跟龍鑽300個 製作瓶證是可以拿來做抽卡這些的 那這邊的話我就不再一一念過去了 就跟以前類似的 然後卷軸製作瓶證的話則是可以做 比如說祝福歐靈飾品卷 或者是歐靈飾品卷軸箱 又或者是飾品保護卷軸 這個都是可以來進行選擇的 而且它是一個瓶證就可以做的 接下來是克特的特別補給箱 持續到1月17號 2990的販售 內容物有165抽高級聖物抽 跟特別製作瓶證 特別製作瓶證4個可以來做一個保底藍 機率紅的聖物抽卡券 一個的話可以抽33抽高級聖物抽 那這個保底藍機率指的話 基本上藍色跟紅色都算是稀有的 然後紫色的話則是通用的這樣子 那這個藍色有機會可以抽到酷節的棒子 再來是馬庫斯的硬幣補給箱 持續到1月17號 2000藍鑽有一個瓶證 高粉3000個 綜合一冰箱5箱 跟馬庫斯的製作瓶證1個 那馬庫斯的製作瓶證1個 也可以用500藍鑽來購買 那首先來看一下製作瓶證一樣是抽卡的 那馬庫斯的製作瓶證的話則是 可以做變身娃娃幣110萬 成功200萬失敗70萬 兩個也可以來撞70萬的變身娃娃幣 失敗的話就是神秘11抽 8個是聖物幣50萬 1個是聖物幣50萬 那其他的話就跟之前一樣喔 大家就可以參考一下 接著是暗天騎士成長箱 持續到1月17號 總共有2箱都是1000藍鑽 每個帳號每週都可以買4次 第一箱的話內容物是30張 祝福富裕卷軸可應跟1箱綜合硬幣箱 那他下面這邊的祝福富裕卷軸 他是沒有日期的 所以應該是可以做守護石 再來第二箱的部分則是110抽技能卡籌 跟綜合硬幣箱 那這兩箱的話我覺得CP值還不錯 大家是自己斟酌 那是Season Pass迎接2024 這個是用藍鑽買的季節籤到 那他販售價格就是2024藍鑽 第一天可以獲得 戰捲跟龍珠15天份的 第二天 潘朵拉的收藏品碎片2個 第三天守護石3個 第四天 祝福大罐聖水1罐 第五天硬幣選擇箱1個 然後接下來就是潘朵拉碎片守護石 重複2次 然後祝福聖水大罐的再來 硬幣選擇箱1箱 然後在收藏品碎片2個 守護石3個 祝福聖水大罐的 最後就是西遊變身卡選擇箱 西遊變身卡選擇箱的話 你是可以選擇 波洛斯、愛爾摩、聖地諸魯 或者是那個古代巨人變身卡箱 但是你選擇變身卡箱之後 打開卻是機率的 所以說我個人覺得 這個2024的Season Pass CP值是蠻低的 再來是第二週的製作的部分 第二週的週末製作的話 240萬可以保底紅便自選的 然後12萬也可以最高級抽 再來就是這個成長藥水可以做 商店裝備選擇箱高級、中級的 3萬鑽可以來選擇 加7祝福耳環 加6祝福戒指 加8皮夾克 加8肩甲跟加7印章 然後6千鑽的部分 就是可以拿加6祝福耳環 加5祝福戒指 加7皮夾克 加7肩甲跟加6印章選擇箱 這個是比較亮眼的 但是你只能夠做一次而已 還算合理 那有興趣的就斟酌 好了 那以上就是這一次的台服天堂M1月3號的更新介紹啦 如果你還有任何的新的消息問題情報 也歡迎在這部影片下方留言 記得訂閱小屁YouTube頻道 以及把這部影片分享給所有喜歡玩天堂M的朋友們 小屁來的社群也歡迎掃描加入喔 我小屁我們就下次見 大家掰掰 8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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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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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